截止到3月23号下午1点 大休敦地区感染人数一共是182人 两人死亡15人治愈 休敦市市长特纳下午召开记者会 发布有关冠状病毒的最新信息 并且还将接受亚商会以及个人对医疗物资的捐赠 哈里斯县县长林达上周三召开记者会表示 该县尚未实施居家庇护 他表示正在和休敦市市长特纳 以及附近地区的官员来决定下一步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官员们正在全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